今天想要跟大家錄一支我包包裡面放了些什麼東西 尤其在旅行的時候 我想說剛好可以記錄一下 因為我很久沒有錄過就是 What's in my bag 對 所以今天就來錄 好 因為我等一下錄完我就想打算趕快去洗個澡 然後休息一下 等一下出門 我一樣都是這個包 這個包應該大家看過我背很多次一個黑色的包 但其實容量非常能裝 它底部就是是比較寬的 然後也比較軟 所以它 我覺得裝很多東西都很方便 等一下你們就可以看到我裡面裝了多少東西 我今天出來的時候呢 我第一個是我一定會帶一台iPad 然後因為最近大家連行比較多嘛 所以iPad裡面就可以下載一些影片啊 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在飛機上比較不會無聊就可以看 然後有一些資訊的話 你可以連結信箱 然後也可以把它存在裡面 其實看資料會比較方便 有時候在飯店裡面我就會拿這個來聽音樂 然後因為這個比較貴重嘛 所以我iPad都會放在水深的資料夾裡面 嗯 包包裡面 然後再來是我有一個這個 護照夾是Porter的 很久以前買的 但我覺得它沒有非常好用的原因 是因為它這個其實都會掉出來 所以其實如果是有這樣可以扣起來的 其實我覺得會更好 對 像我這個護照後來就另外再拿出來 然後再來是 嗯 夏天的時候我比較會帶一副 就是彈眼鏡 登 有時候就是真的是需要遮陽 就是帶著 呃 是蠻不錯的選擇 大家可以出來帶 也會造型感看起來比較好看 對 OK 還有一個垃圾 我今天要有去搭國光客運 它現在1200的方案 其實也是可以搭國光客運的哦 就是給大家當參考一下 好 然後再來是 一定會帶一個耳機 然後我自己的錢包嘛 嗯 然後我的錢包 並比較不會特別分開說 這是旅遊的錢包 或者是正常的錢包 我都會直接放在裡面 對 嗯 但零錢的話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不過我出門的時候 我會把一些就是 比較不會在國外用的卡片啊 或是會員卡 我就會直接抽掉 讓這個皮包是比較輕的 嗯 這是家裡的鑰匙 OK 好 然後就是 充電器是一定要的 這個是我有點買錯的 但 我們同事最近都有買很多 另外一種有插頭的 那就是 現在很流行啊 就是 可以有多種不同的選擇 可以讓你充電 對 這是怎麼 好 OK 好 然後再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是 呃 耳塞 這是飛機 就是 呃 坐飛機的時候用的耳塞 因為我每次 呃 起降的時候 我的耳壓都會很大 還是什麼的 然後就非常非常的痛 然後有這個之後 就真的比較不痛一點點了 然後我今天在帶的時候啊 就是他有點鬆掉 所以我在 又用力的往上塞進去的時候 頓時間有感覺 就是那個 呃 內外的壓力感真的是蠻不一樣的 然後疼痛感減低非常非常的多 再加上一些呼吸什麼的話 所以 蠻推薦大家去買的 我是 就是網路上看別人推薦買的 然後現在這個我就會隨身帶著 就是搭飛機的時候 用 這個 頭 OK 好 然後還有 呃 我一定會帶一支護唇膏 因為日本通常蠻乾的 所以就帶一支護唇膏 好 然後 呵 日本買的感冒藥 然後還有護身服 護身服是一定要帶的 對 大致上是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通常就是這個包包 就會塞下我剛才全部裡面的東西 所以它其實 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妝 對 大概就是 這樣子 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 Cross in my bag 就是很快速的分享 結束